朱sir 你怎样看它的经营前景 因为之前你都不是看得很好的 好了 持货的投资者 你觉得应该先看一份业绩 还是之前应该顾货 刚才你是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在整体阿里巴巴 大家看到我在不同的频道 亦都包括了若干志在ETNIC做节目 我都强烈表达过强烈地反对的立场 我记得再之前的节目 所谓强烈反对的立场 其实已经在说它是由 市有体最高300元 300元跌到120元 我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听众问题 可不可以去花130多元的位置 市有体就没去到 你想想在120多元这么低 我都是表达了强烈厌户的 所谓的立场 你看到在百多元都可以继续跌到百多元 对于阿里巴巴 我们在整体最新一期的业绩展望来说 都相对要注意的事情 大家要注意两点 第一就是说在电商的角度 其实它的毛利率和顺利都已经不断是断季或者断年 的角度不断是同比和横比向下修正的了 而修正的道路 我觉得有机会是未完的 而且是极大机会未完的 比如说看到京东已经尽了自己一切能力去交那份成绩了 那份成绩算是OK的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京东在整体来说 纯电商去除所有干扰性物体的浪跌的盈利 其实它的纯利率也是下跌的 而且很正常 因为你在整体电商的角度受到上海封城影响生意 可能会少了一分 但是在一些的运输很多的成本里面 我相信也有提升的 而提价也近乎都不用止意的 所以京东它在这样的压力 我原本以为业绩有益会很差的 但是它最后做到都算了 很好的 所以你说很好的股价又不大升 我觉得很好的意思是股价不崩盘就要好 但是我们去到一业之秋 我们就说如果京东那样 我觉得它有好效的 但是纯利率也是下跌的话 那么阿里巴巴的高纯利率是继续下跌的 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甚至可能它的佣金率有没有调整 其实都成问题 OK 那变成就是说我已经是先天定性了 它的纯利率是会下跌的 但是下跌的幅度是少还是大呢 那样东西就是形成了往后股价 可不可以是止跌 或者甚至回升的一个所谓的关键 这个 而第二也都要再一步去看它 或计算那一部分 增长的幅度如何呢 因为我们会期望它是受到很多内忧外患的关系 或者是很多的相应一些国营的企业 理论上都可能 墨认都不会用它的 云计算的服务了 那外国的很多的龙头公司 也都可能基于安全的理由 也是不会用它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即使这个云计算是一个 云计算是一个 增长很亮丽的理论上 增长很亮丽的setter 但是它的增长究竟是有多高呢 这个 会不会仍然是保持着 比较低增长的水平呢 大家要明白 在中国的云计算的共识呢 如果增长只有20% 你要低增长 这个是没得拗的 不是说线上的朋友 不是因为大家知道 朱sir的态度是厌恶它 然后就踩它下去 那不是的 这个绝对 我说的那句话是客观的 因为强烈的证据是什么 人都会直觉感觉到 美国的文艺术的市场 已经先进过中国五年的基础之上 它应该基数比较庞大 但问题是基础是 你觉得庞大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Microsoft 或者是Amazon 它按年的增长 以至GoGo 它按年的增长是去到40%以上 这个 所以没得拗 你在压力那里 你只做20% 你没有传出的 OK 那变成整体 我们要主要看这两件的事情 然后令到 看看股价会不会进一步 是有支持 当然了 我也都会承认的 就算我相对不是很buy这间公司也好 但是你说 喂sir 你是不是不buy到说 他这样基础之上 你还会腰斩 那我又不是这么说 就是要澄清一下 我不是这么说 他其实是有些下限的 在财务学上 还是暂时你说 距离那一刻 应该做了一点 有一些所谓的距离 如果公布业势不好 最后一步是电商恶化的 Cash Cloud 最后一步是被伤害的 其实股价是应该有 做一步下调的空间 有机会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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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